山珠湖产业道路不仅是通往德行瀑布的主要道路之一 更是许多农民进出耕作的路线 而近期因大雨的冲刷也让道路发生严重崩塌情况十分危险 在我们的武器我们的楼顶山崩塌 还有我们的楼顶山崩塌 造成我们这条路组织不完全 都申品的组织也不再云坡 日前结获陈景山珠湖产业道路崩塌情况后 县长许淑华也率领县府团队乾隆会堪 盼言你办法减速协助改善 那今天我们特别来会堪也跟公所这边来取得共识 第一个部分公所这边也已经有请顾问公司 将编坡的部分来做初步的设计 那么能不能在临时可以开通一些基本的道路的需求出来 让民众来通行 这个我们会请顾问公司来做审慎的评估 那另外呢我们也跟公所这边来提到 届时呢我们县政府也会在经费上面来协助 那希望呢可以把这个路基做基本的一个修复 让民众呢在这个农作物的采收期间可以顺利来运行 那其他的我们在这个公所来报警中央 做灾后的复建工程 我们也会尽快的请中央来协助 仙院友好吴瑞芳感谢许宣长下乡会堪 协助改善道路崩塌问题的用心 也期待能够紧速改善完成 让民众安全进出 在这三十五股产业道路 因为它是通往德新瀑布 很重要的一个出入口 那今天特别谢谢许说话许宣长 还第一时间前往这边来会堪 看这个崩塌之后的这个状况 也承诺第一时间 能够来这边去重新来做一个加速的改善 来让我们的民众对于这条道路的进出 还能够早日安全 议长和尚丰雄会堪过后 透过中央 县府及公所的同力合作下 能紧速将此路段崩塌情况来做改善 避免摘损持续扩大的同时 也让乡亲储入安全更有保障 记者罗伊凯路股采访报道